演员如今真的太难当 左手要抓演戏 右手还要抓编剧和导演的工作 而且一不小心 就秒变翻车现场了 就冲看了一年终于颠完了的长相寺第二季 我敢说 内娱电视剧还是没有让我失望的 一如既往的稳定发挥 其实我以为 带着苍玄的花 手里抱着向柳的大肚娃娃 拉着涂山顶的手一起隐居的大演局 已经是这部剧的巅峰了 直到看了花絮我才知道 怪不得 向柳总是能在各个不合时宜的时间地点 各种闪现呢 原来是有原因的呀 不这还在背说 向柳家戏 大奥战改为向柳战得了 本来呢 我还以为巨方全责 但是看到这一幕的我想说 女妹呀 要不咱还是专心拍戏吧 导演这把饭 我另有人选 点赞了吗 关注了吗 求求你咯 同样作为主演 企图熏宾夺主的 还有《朝阅记名》里的男女主 卢老师的改戏宗旨 美就完事了 特写 转圈 展现男主美丽的镜头 一个都不准给我省 不满意的 就得按照我说的来拍 最后那一下 我就这样 我玩一说什么 转一圈 然后就 就到我手上了 好家伙 连一旁的白鹿都看不下去了 你要不齐游雅 你要不齐游雅 至于最后的效果嘛 可以说 有罗老师亲临指挥 你们就偷着乐吧 除此之外 剧里的几个争议很大的片段 拼用这段 因为身材极其不对等而出圈的公主扛 路人 这就是编剧导演显的效果 粉丝 那咋啦 我家哥再瘦 也能抱起来这女演员呢 不像某些男明星 但 重点不是掐架 这块好 而是 这场戏是罗老师脑洞打开 以瞬间醍醐灌顶 被挤上去的 就连别人扇女主巴掌的镜头 只要罗老师在 那都得 给你领寝 给你领寝 直接让你爸一巴掌 把你扇到了我怀里 当了咱女主这儿 加戏感谢的宗旨 说就完了 哦 好吵啊 吐了要捏女儿下巴 体现出一种不可名状的戴感 有人要一个 最炸烈的 还得数这个 可以吧 这可以有一个这个 好不容易贴的美甲 炫耀一下 我估摸着 可能是想体现这个角色的 柔情似水 跟我在 其实新近端王洋洋 除了在剧里时时刻刻 都不忘展现自己优越的下额角 和超觉体态之外 跟热巴拍摄的一部 演艺上压力 为数不多 没被斗油的剧 你是我的荣耀 要不是编剧本子 在现场监控 估计又成了一部黑历史了 何必那么多词 就直接删了吧 不是 我觉得这些前面词 全都删 你再看一看 你再看一看 导演说啊 那个草小猪啊 这一段激情开麦 也是搞得一旁的热巴 一整根无语注了 但这些剧情再改 也没有加戏改戏之最的 格雷斯传离谱 女二代资金组 不仅教起了导演如何做人 就连整个剧本 都要按照她的要求大改 导致任运属赵丽颜 很多戏份都要重拍 其实她加戏改戏的恶习 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不过搞笑的是 她还真的回应过 怎么会 我要能这么有本事加戏 那我就要给自己 加到女银行好了 我干嘛演这么一个教习 恨的不知道是女五 女六 女七 女八 我是你个鬼 那年人都开始想 编剧和导演的犯了 网友讲话了 不该出手怎么总插手 但有的就能挤上天花 有的主打一个创飞观众 女的嘴真大呀 大如为啥能凭借一部 投资三个亿 结果宣传海报 就照搬隔壁 沿袭攻略的良心剧 被百家博主夸了这么多年 因为她善了 禁止乱套东西 我觉得现在就是 失败就是一样子的吧 既然大如都原谅咱观众了 那不夸一下怎么能行呢 你这个东西 众所周知 大如是一位靠老天 也少饭吃的体验派女演员 我一直是不能看太多 我对好多就是角色 我不想要她在我脑子里这么完整和清楚 然后在对手和现场就是看那个老天 这种体验派不仅在她的演技里融会贯通 就连台词和剧本的改动 也都是出于老天爷给不给的灵感 她觉得皇后不能攻斗 那就改 不意我就有改 因为她的价值观 因为我觉得她是不能进入攻斗这个东西的 她是皇后 这不行 这一改就变成她自己干干净净 坏事都要身边人替她做了 完了 还不安在背后曲曲别人的双标 她不能杀人 间接接到也都不行 即可绞杀 觉得刺绣哪有聊八卦刺激 自己不能攻斗 还不能聊聊其他人怎么攻斗的吗 那就改 这我们姑娘家听不得 听不得 觉得跟皇上第二次大婚实在是太累了 改成了互相揉腰 但呈现出来的效果 我怎么看都感觉大如跟招呼大孙子似的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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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姐的腰都快断了 再进去捏点 皇上力道深厚 觉得剧本的台词给的不合理 还能怎么办 改呗 我开始挑多余的字 我觉得这个字可能不要 晚点的时候 你吃了这么多 再又吃 你不怕撑着吗 晚点 当然也有很多不心情的观众 偏要看看最后的最后 大如能不能摄演一波反转 像西非回宫似的大杀四方 结果 也给令妃秀了一排的金翻 好巧不巧 这一幕 也是大如要求佳的呢 除了在自己的角色上用心良苦 就连别人的台词表情 大如也要凭借老天爷给的灵感 亲自下场 直到一番 被按头改台词的有 哎呀出圈的心之类 他就曾经在采访中透露到 有一天我又突然 哎呦 然后逊姐就说 哎你以后可以经常说 你可以每句话都带着这个 然后他又从头 哎呀到位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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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主 霍建华就更不用说了 周迅 提点你一些东西 提点你一些东西 结果就是刚背好的台词 因为大如的提点又要重新背 几楼下来人都麻了 麻了还不敢说啥 不过当采访中被问到 对大如事事有啥感过 不能说还不能乐吗 说实话 我真觉得拍大如传的同时拍个纪录片 真是导演这辈子做的最明智的决定 毕竟这么大一个国 谁都不想忍一时 再忍一辈子吧 同样都是改戏 被对标的宫斗剧天花板甄嬛传 里面有一几场戏 也都是演员改的 但呈现出来的效果 可是各顶各的经典 在零月峰剧情里 果军王跟甄嬛确定关系的语中吻 其实原剧本里 是跟甄嬛的语中积吻 后来果军王的扮演者李东学觉得 剧本里的语中积吻 并不符合角色和情景 于是就跟导演提一 删掉这段戏 改成蜻蜓点水般的额头吻 他说不说这一幕是真的提升了 整部剧的质感 把果军王克制又隐忍的爱意 体现得淋漓尽致 别人大伙都体会到了 原来不需要一言不合就按头拍吻戏 含蓄的表达方式 反而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此外 明场面之一的华妃吃孙黄的 也是华妃的扮演者 奖心自己的想法 一开始身为导演的郑小龙很不理解 为什么拼要这么加 他觉得以华妃的出身和性格 不可能做出这种迷惑行为 但奖心却是从女性的视角来思考 如何延好这个角色 身为一个女人 她深爱皇上 却眼看着身边一个接一个都能怀上龙子 只有她不能生 对心下无皇子 一直是她最深的痛 嘲言道酸儿辣女 对她才会选择吃孙黄吧 通过强行让自己呕吐 来表达对孩子的渴望 虽然平时嚣张跋扈 但也有她的无奈之处 这一幕瞬间就让这个人物 变得更加新活立体了 其实不是说演员完全不能插手 编剧和导演的活 有效的加戏改戏可以有 但是要基于演员对角色和剧本的理解 而不是 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这种加戏改戏的态度 很难让人不怀疑 演员对角色根本就没有理解到位 甚至是仗着自己的咖位 给自己抹便利罢了 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啦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